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3年7月14日 今天第一條片 這條片有一件事想和大家集中說一說 就是關於警方國安處近日高調所進行的多項拘捕或協助調查行動 當中包括把羅冠聰的父母和他的兄長帶返警署協助調查 而且警方也帶走了香港眾志前創會成員 就是回警署調查 而另外也想和大家說同一件事上被通緝的許智峯 近日就著他被通緝的事件竟然表現得非常興奮 而且他甚至在文章中也不禁透露自己很想回來香港的願望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一說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待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右下角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好 影片正式開始了 這幾天大家最關注或最開心的消息 莫過於那八名通緝犯 也就是國安處所懸紅通緝的八名逃犯 他們的家人被帶返警署調查 當然這是協助調查 據我所知道 警方沒有拘捕這些通緝犯的家人 當中最為軍動的肯定是羅冠聰 羅冠聰在2020年已經潛逃著草離開香港 而當時羅冠聰已經意識到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所做的一些違反法例 違反國安法的罪行 是很大機會會牽連到他自己的家人 所以當時羅冠聰竟然敢死大義滅親 連父母也不承認 把他們斷絕關係 聲稱要跟他們斷絕父子關係 斷絕母子關係 但有一件事 羅冠聰真的算錯了 就是在香港的法例來說 任何人是無法跟父母斷絕任何關係 只要他是你的父母 你就無法斷絕關係 哪怕你是登報也好 他的作用只是在於公諸於世 告訴大家 我們倆的事情不關大家事 但事實上 在法律的基礎上 他們依然是父母 而這次羅冠聰的斷絕關係很明顯沒有用 羅冠聰的父母在7月10日早上 在東聰被警方國安處入屋調查 亦是帶走他們 包括羅冠聰的父母 和他的兄長 就是帶回警署協助調查 帶他們回警署協助調查 不代表拘捕他們 因為羅冠聰的父母是未必 未必不一定是沒有的 未必有做過犯法的事 而這次警方最主要帶他們回去協助調查 最主要原因就是要查清楚 到底羅冠聰潛途期間 他的父母 和他的兄長 有沒有在金錢上 或者在其他方面對羅冠聰作出自助 根據警方的資料 或者他的說法 任何人資助這些逃犯 都屬於違法 而且如果資助他們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就更是違法之中的違法 老實說 羅冠聰現在日日申請外國 然後不停抹黑香港 他每日基本上的工作就是抹黑 抹黑 抹黑 即使父母給生活費 羅冠聰也有機會陷入法律的風險 因為羅冠聰每日都在犯法 你資助他的生活費 等於你資助他每日違法的資本 所以這次他的父母可能也會惹上官非 不過惹上官非的不僅是羅冠聰的父母 更加有不少的人 當中亦包括香港眾志的前常委創黨成員林順軒 他之前一直都在香港眾志幫助他們處理財務問題 然後被香港眾志成員發現好像手腳有點不乾淨 所以最終把他踢走 不讓他做香港眾志常委 而警方亦都在7月13日 即是昨天早上 就去到林順軒的家 將他帶返警署協助調查 老實說 警方國安處今次都不是拘捕他 只是協助調查 消息指這個情況是關乎羅冠聰事 也就是說很大機會林順軒手上也有一些關於羅冠聰 他在外國勾結境外勢力 關於一些資金的問題 又或者甚至這個林順軒可能有機會牽涉到呼籲他人去資助他 不奇怪 到底是甚麼原因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有待警方的公佈 我們亦不宜去猜測 但在此必須要呼籲大家一件事 犯了法就不要以為可以逃脫 當中有一個人非常囂張 在這段影片我們必須要拿他出來說 就是我們的所謂前立法會議員 這個名字真的比得尊重了少少 我覺得不應該這麼尊重他 應該要稱呼他為現任逃犯 就是許智峰 許智峰作為一個逃犯 細想不到他去到外國之後 每天就好像無法無天一樣 每天在網上出帖 呼籲其他人又要怎樣做 又不停去參與所謂的遊行集會 也算了 他在外國遊行集會是他自己的自由 但他不停呼籲其他國家政客要制裁香港 制裁中國 所以許智峰這次亦同樣出現在100萬元紅表上 而許智峰不知道為何 對於這個圓紅表十分感興趣 甚至可以說很興奮 許智峰自從知道自己被通緝後 甚至被圓紅後 他急急找華爾街日報 幫他發表了一個文章 而這個文章內容的標題說 中國圓紅通緝我 他就批評中國共產黨 試圖把他滅聲 也在文章中提及過 說香港當局多次針對他 包括當時他還在香港 跟蹤他 拘捕他 起訴他 而之後亦凍結他的紅紅戶口 甚至透過煽動頭白票等控罪 去控告他 而文章亦提及到 說香港的國安法 將所謂的顛覆 勾結境外勢力的罪行 拿來破壞香港的法治和言論自由 導致口中所說的民主派人士 全部被捕或起訴 而且公民社會團體及公會被迫結束 許智峯是這樣說的 不僅僅 許智峯還說的 就說 明明人家那些很嚴重的犯人 通緝都是十萬 三十萬 無緣無故把我通緝一百萬 他就說 這個可以被視為警告 警告他們 你們不要再亂說話 許智峯是這樣形容的 但是 許智峯這篇文章暫時看到他在批評港府 又在抹黑 但他這篇文章有一個值得留意 就是許智峯說了這麼多事情 他到底想做些甚麼 原來許智峯想達成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回到香港 許智峯在他的文章中提及到 呼籲那些所謂的全球自由國家應該要抵制港府 甚至要將香港政府所發佈的通緝令和圓紅令取消 或者不承認他 而且也要將之前關於國安法的案件 宣佈他的拘捕令無效 讓他們可以回到香港 老實說 許智峯也挺大膽 一方面又想坐享愚人之利 另一方面又不想為自己所做過的負責任 老實說 許智峯很明顯是一個沒有膽的匪女 他夠膽做 但又不夠膽承擔 這些人又如何為香港發聲 而且在這裡看到 他有多渴望回到香港 老實說 香港真的是一個福地 他離開了香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後悔 但他不回來 我覺得我們不會後悔 我們歡迎你 快點走得遠些 最好沒有回來 不過如果你回來 我們也可以 但記得赤柱見 而且許智峯這個文章出來之後 其實也馬上令到保安局馬上點名 批評華爾街日報和許智峯 亦表示華爾街日報刊登許智峯的文章 是不實 抹黑和造謠的 保安局也希望華爾街日報可以把這個文章下架 但大家都知道華爾街日報當然不會跟你下架 而許智峯事後也有就這件事作出回應 就這件事在他個人的Facebook上發文 他就說 鄧炳強說已經去信華爾街日報 回應我的投稿文章 形容是公然侮辱香港特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又說了一大堆不知甚麼 然後他就說 鄧炳強還說我身份沒有公信力 但起碼我是香港 我曾經是香港兩級議會的民選代表 在當年公民提名和沒有篩選制度下游市民選出 我的得票比現在小圈子選舉下的李家超政府要多三十倍 和由鄧之暑貝評我的公信力未免而笑大方 這是許智峯的說法 但我想說說許智峯 他真的蠻懂語言藝術 他就把他自己違法的事情 將他說謊的事情 就說成他曾經是香港選民投票選出來的議員 老實說是無關係的 如果大家心碎清一點 你做過議員 就代表你是清白了嗎 你曾經是民選出來的 就代表你有公信力了嗎 我們依稀還有印象記得許智峯潛逃的時候 是偽造丹麥議會的文件 然後交給法庭 用一副很誠懇的樣子跟法庭說 法庭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我要去丹麥開會 然後一走了之著草潛逃 好 而且那封信仍是偽造的 你是議員又怎樣 你是市民選出來又怎樣 最終你就辜負了你的選民 你就辜負了所有投票給你的人 你最終就是選擇了用說謊的方式 用不負責的方式離開香港 所以許智峯絕對是抵鬧的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也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今天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可以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